元旦假期之后,大陆各地都进入流感高峰期 在上海、天津、青岛等的医院都挤满了求医的病人 当中不少是小朋友,大多有发烧、咳嗽等症状 因为抽检的人太多,不少都只是挂上点滴,然后继续等 部分人等了好几小时,更担心人多聚集,造成交叉感染 香港的急诊室也一样,部分轮候时间长达8小时 卫生防护中心监察的数据显示,下周进入季节性流感高峰期 暂时难以预测这波流感会有多严重 除了口罩令之后,大家外游各方面都是频繁了 可能都会影响了今年流感高峰期的情况,或者长短严重性 不但流感,新冠病毒的活跃度也明显上升 无论在污水抽烟或是感染个案都有增加 富裕高危群组,尽快接种加长机 专家也指新冠籍流感有可能同时爆发 民众也应该接种流感疫苗 而进入人多空气不流通或是高危地方都应该戴上口罩 以上是驻香港记者李静华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保持人的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还真正光明镜与点栏目 你远是这个人民帅顾目 着明镜与点栏目 在我们城市场的处理